十一个月后,魏无县和江城的大学生活就要开始了。江城虽然比他小一岁,但上学早,一直都与魏无县同年级,奈何高考成绩还是挺有差距的。 所以没上同一所学校,但好在在同一所城市。 两所学校的开学时间相同,江峰年想开车送他们去,但有点远,走高速也要八个多小时。 于是两个人果断选择了坐高铁去。飞机多快啊,你们哥俩搜的一下就飞到了。 因为是开学计,魏无县闲机票太贵,高铁价格一成不变的,还是这个更划算?高铁也挺快的,是吧江城? 别问我,我不知道,出发前,江峰年给他们俩一人一张卡,密码是你们的生日,以后每月给你们打生活费。 江城两眼放光,罢,多少?你想要多少?三千。 魏无县连忙开口,你吃金子啊,砍半就够了。 那把你的砍半给我,我不嫌多。 暂定三千五,不够的话跟我说。 谢谢罢,此时,蓝家。 旺鸡,你真的想好不出国了。 嗯,蓝旺鸡的人生是有计划的,出国留学便是其中之一,他从不允许自己的计划有任何差池。 在地大读,双修国外的专业,我做过数据对比,地大的这一专业在国内名校中的含金量都是最拔尖的,与国外的专业配合更加。 但,蓝旺鸡是可以不用吃这份学习的苦的,在国外读大学,双修国内地大的这一专业会更简单,也更轻松。 好,就依你。 蓝旺鸡做的所有决定都会得到家里的认可,因为他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很强,远超过同龄人,很有接班人的模样。 但这次蓝旺鸡不出国的决定在父亲眼中听起来好像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最佳选择。 所以才多问了一句,按蓝旺鸡这样来说的确很有道理,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家将孩子都送往国外,若是不考虑这些,可能也是盲从。 蓝家从商,但蓝旺鸡的老爷却是涉黑的,只有蓝旺鸡母亲一个女儿,将来这些都是要交到蓝旺鸡手上的。 而蓝旺鸡在18岁的年纪就能有这样的考量,也让父亲更放心一些。 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早点休息,年轻人也不能熬夜。 知道了吧,看着父亲上楼的背影,蓝旺鸡松了口气,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对父亲撒谎,是他万般思考之后做的决定。 虽然他用的理由听起来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为了达成蓝旺鸡所说的目的与效果,他要付出的努力远比出国学习大很多。 国外的学习方式和氛围有多轻松是人尽皆知的事,在国内兼修两所高校的两大顶尖专业,跨度还不小,难度自然就大了。 但为了那天晚上,蓝旺鸡还是选择了这条难走的路。 快一年了,蓝旺鸡已经将魏无羡的全部资料都了解透了,包括他已经离世的父母,乃至所有跟他能有关系的亲属,朋友,同学,甚至连魏无羡在学校。 在生活中发生过的很多事,蓝旺鸡都知道了。 而这些资料,是蓝旺鸡在短短一天内就全都拿到的,其中基础资料到他手上没超过十分钟。 算是一场意外,但蓝旺鸡却不想就这样算了。 乌乎大学我来了,魏无线下了高铁,就张开手臂喊了这么一句,江城觉得很丢人,拽着他就跟着人流往前走,那种既嫌弃又要管的矛盾感经常在江城的脸上体现。 江城,马上咱俩就分道洋雕了,一个人在学校性子别总是那么不好相处,万一有人欺负你怎么办? 那我就打回去,不行,我不在你身边,打架会吃亏。 江城心里暖洋洋的,但一出口却不是那回事了,魏无线你现在怎么回事,怎么总是一副大人姿态说叫我? 我,也,已,经,成,年,了。 看着江城的傲娇样,魏无线耸了耸肩,抬头看了一眼地铁的线路指示,再有两站我就下车了,你得换成三号线,能换明白吧? 江城上一秒的你个劲儿瞬间就没了,他跟魏无线一起长大,小十年了,还是头一次要分开上学了,高中虽然也不是同班,但至少在同一个学校。 不仅中午会一起吃饭,还一起上下学,课间偶尔还会见一见,但上了大学,当我是白痴啊,地铁还做不明白了,你拿好行李箱,到了告诉我。 算了,我还是先送你去学校吧,正好任任路。 江城欲言又止,偏过头,有些勉强地说了句,行吧。 江城市四人寝,报道的,全城都有魏无线陪着,一个闹腾话又多,一个看似沉稳,实则各种小表情,小情绪。 一套流程下来,就已经大下午了,两个人决定先去干饭填饱肚子。 那有个火锅店,看着人挺多的,魏无线都没给视线,因为在外面吃火锅柜,还不见得多好吃。 在他看来,这种东西,还是应该在家里吃才有意思,干净又能吃好。 不想吃,我觉得那个烤肉拌饭不错,旁边还有麦炸串的,给你买几串。 行都听你的,谁让你今天是来我学校了,下次去你学校,得听我的。 快点,饿了饿了。 今晚,你要不就别走了,都几点了,跟我在寝室几亿晚得了。 江城的语气,听起来还挺勉强的,实际上却在偷瞄着魏无线,等着看他的反应。 然而,对方在低头干饭,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了。 反正报道时间又不是只有一天,明天回去也好,今天也有点乏了。 魏无线不知道是不是那件事导致的,他觉得自己现在的体力好像从那晚之后都变弱了。 当然了,也没准是他的心理作用。 江城的室友都来了,大一新生入学都挺积极的,哪怕报道日期一般都是三天,但大多都会选择第一天,想来魏无线的室友也都到了,而他应该搞了个不积极的标签。 他俩从小到大往一张床上挤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就是长大后都是打个子才不乐意往一起凑了,这会儿寝室的床又不大,两个人并排躺平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空间了。 冷不丁换地方,江城不太能睡着,转头发现魏无线已经闭上眼睛了,室友们都没睡。 魏无线,嗯,睡了,快了,你能睡着吗?能?你确定? 思,找奏是不是?一个室友忽然笑出了声,江城抬头看过去,对上视线,对方抿着嘴朝他眨了眨眼,表情有点怪怪的。 再次开口,江城将声音压得更低了,你也是四人寝吗?魏无线都快睡着了,差不多,你们学校那么牛,估计寝室环境应该比我们好。 第二天,两个人吃了早饭,魏无线就打算去学校了,结果忽然发现江城并没有想留在学校的意思。 还不回去,你要送我到地铁站。江城挠了挠头,看向旁边,不是啊,我送你去。